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开平市境内处立着上千座形态各异的碉楼 这些碉楼大部分建于清末民粗 是由当地突洋回国的华侨投入巨资兴建的堡垒型建筑 这些中西河地品类繁多的建筑群 不仅是当地百姓的骄傲 更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让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发现 在开平现存的一千多座碉楼中 有许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清洗 最为明显的是这座建于1903年的编筹柱楼 这个呢都有那个碉楼的碉楼 你看 爸爸那个能力给挖一个了 很熟悉 早上去晚 现在不敢 村民告诉我们 倾斜的碉楼不止这一座 还有很多也出现了倾斜 为了破解碉楼发生倾斜的谜题 地理中国设施组 与广东省第六地质大队的高级工程师 蒙昌岁一起来到开平 进行科学考察 这个H 科考队发现 这座高13米的混凝土建筑 楼体向东南方倾斜了6.63度 竟然超过了国家规定建筑物倾斜最大角度的近58倍 在排除了每年夏季盛行的台风 造成房屋倾斜的可能之后 专家推测说 这样的现象很可能与开平地区独特的地质构造有关 于是在蒙昌岁工程师的带领下 科考队从碉楼聚集的显岗镇出发 向西北方向行进了大约30千米后 进入了开平的山区 蒙昌岁工程师告诉我们 由于珠江的入海口 处理着许多远古形成的山丘 因此珠江三角洲并不是千里平原 一片广阔的景象 而是冲击平原与檀丘并存的独特地貌 那么在这些山丘之中 能够找到破解碉楼清洁的关键线索吗 考察队来到一座当地人称为将军山的山峰脚下 这里有一个叫做梁西村的古村落 这里到处都是四脚灰窍 青砖灰瓦的青室建筑 精致的木雕 考究的山墙 雕梁画栋的古屋 无不彰显出这个村落曾经的繁华 虽然这个村子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是却没有一座碉楼 是这里的仙人不愿意修建 还是这里原本的碉楼都已经垮塌殆尽了呢 当地人告诉我们 梁西村的地势极为低洼 很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 这样的发现启发了考察队 是否这里正是因为洪涝频发 才没有碉楼的存在 山脉平原上那些倾斜的碉楼 有是否也是在洪水的冲击浸泡下出现了倾斜的现象呢 考察到了这里 这个洪水的冲击浸泡导致碉楼的倾斜 这个推理似乎合情合理 但是地质专家却告诉我们 此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因为如果要确认洪水是碉楼倾斜的原因 那么就必须找到洪水发生时留下的种种证据 通过这些证据 我们才能够推断出每一次洪水造成的危害 因为洪水往往都是从山顶冲向平原 所以要寻找这些证据 就要登上开平附近的山林 对那里的地质状况展开更加详尽的考察 在专家的带领下 科考队向南一路搜寻 在行进了十八千米后 我们来到了江门地区的最高峰 龟峰山 这里植被茂密土壤肥沃 穿行期间 中国岭南典型的亚日带森林 独特的湿热感 呼面而来 蒙昭翠工程师在一条重重流淌的溪流前停下了脚步 他告诉我们 由于溪流的搬运和侵蚀作用 这里能够直观地看出这一带山峰的岩石构成情况 那是花岗岩 就是要火山喷发的时候形成的 这个就是那个变质岩 由于火山喷发热力变质作用 就形成了比较坚硬了 蒙昭翠工程师考察后发现 龟峰山一带的岩石都是远古岩浆活动留下的 本身性质坚硬 不容易风化成为土壤 同时由于这一带经历过很多次地质运动 因此岩石十分破碎 如果遇到台风等强队流天气 大量的雨水很容易给这里带来地质灾害 龟峰山这个附近相对来说这里高照比较发育 岩石烈系比较发育 看见没有 这个烈系就垂直的烈系 地质重新疆 对高照烈系 但对于那个地质灾害来说 就形成不利的因素 很容易形成那个滑坡跟邦塔 专家告诉我们 开平一带的山丘 都已经在亿万年地质运动的影响下 变得十分破碎 一旦遭遇强降雨 洪水很可能顺着山坡冲入平原 跪入山下的潭江河道 为了进一步寻找洪水是导致凋楼发生侵袭的确凿证据 可考对乘船开始沿江搜寻 行进了不多久 大家发现 在河岛中间冒出了一座小岛 向岛告诉我们 眼前这座小岛之上 其实只有一棵巨大的榕树 榕树的虚状树根不断垂落地面 最终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独木成林景观 而由于这棵榕树 这里也成为了数万只野鸟的家园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此播间 可考队发现关键证据 百尺微楼 如何才能真相大白 系列节目 令南密境之开评其楼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带着强烈的好奇 科考队登上了小岛 试图从这里寻找到洪水曾经自虐的蛛丝马迹 属于那个亚肉带季风气候 它那个降雨量比较充沛 日照也比较充足 像你看现在降雨 现在三月份就阴雨绵绵的了 它三月份到八月份是雨季 那降雨量 降年降雨量的83% 专家说 正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气候 使得普通的榕树能够如此繁茂 独木成林 那么为什么会在河道中出现这样的小岛呢 当地向导说 这个小岛原来只是一个很小的泥墩 后来洪水泛滥的时候不断地带来上游的泥土和沙石 于是河中央的泥墩便逐渐扩大 最终成为了一片沙洲 这个生长着大榕树的河中岛屿 正是这里洪水曾经泛滥成灾的直接证据 那么是否就是洪水的沖刷浸泡 导致了那些碉楼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呢 专家解释说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要从碉楼倾斜的角度 与洪水冲击的方向上进一步寻找答案 然而当萌烧碎工程师打开卫星地图后却发现 开平是珠江三角洲一个十分特殊的地区 珠江的支流潭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河湾 河流在这里迂回盘旋 宛如长蛇盘距 这样的地形条件决定了 这里一旦爆发洪水 水流都会向最近的潭江江段汇聚 那么在每一个不同的村落 洪水的流向会各不相同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开平不同的村庄 发生倾斜的碉楼 都是从西北向东南一个方向倾斜 这说明 即使洪水对碉楼存在一定的影响 但却不是这些碉楼集体倾斜的主要原因 那么 开平碉楼存在倾斜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洪水的流向各不相同 但是碉楼的倾斜方向却出奇的一致 这样的结果使得洪水导致 碉楼倾斜的推测又被否定了 专家说 如果台风洪水等等外地作用 都被我们排除了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从碉楼自身 寻找原因了 而开平的碉楼 楼体发生的是整体的倾斜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碉楼的地基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专家突然想到了一个发生在数千千米外的案例 那里的一座古塔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倾斜 这是否会让我们关于开平碉楼的科学考察 柳暗花明呢 在距离广东省开平市一千三百千米之外的陕西省西安市 有一座建于公园六五二年的古塔 大雁塔 这座塔高六十四米 塔身分为七壳 紧急稳重 庄严古朴 被视为西安的象征之一 让而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大雁塔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倾斜 专家们分析后发现 大雁塔的倾斜是由于周边过量开采地下水 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后 导致了地面的不均匀沉降 这使得建在地表的大雁塔出现了倾斜的现象 那么位于东南沿海的边筹柱楼等碉楼 发生倾斜的原因 会与地下水位的变化有关系吗 科考队回到了倾斜程度最为严重的边筹柱楼附近 在距离边筹柱楼几十米开外 大家发现了一口水井 再看一看 蒙昭水告诉我们 通过对这口井水位水质的判断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座楼下方地下水层的情况 这是井里的水 井里的水很透彻 你来看一看 而且它是应该是航温的 为了进行比较 科考队又从旁边的小河中打了一桶水 好 过这边来对比看看 来 再对比看看这个水 这边很暖和 温度 这可以感觉到 水是冻的 而且是比较浑 这是水塘里面 换句话说 平时说的 像杂物比较多 这边是井水是暖和的 就证明这两个水之间不是连通的 记者发现 这两桶水 无论从水温 水色还是水质上 都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状况 这说明地表水与地下水层属于不同的系统 河水沿着河道流入了珠江 而地下水是一个孤立而封闭的系统 这样的地下水层 一旦水源孤节 长时间得不到补充 就会发生沉降现象 使建筑在地表的楼房 发生倾斜 甚至垮塌 那么 这里的地下水 究竟在多深的地表以下呢 为了探寻真相 蒙超队工程师 对这座倾斜的雕楼旁 人工开发的池塘糖水 地下井水 以及天然河流中的河水 三者的相对高度进行仔细地测量 糖水 啊 就颠到水面就可以了 那刚才那个数据有了 水外就到对井的距离呢 就是一米四二 水塘的水外是零点七几啊 零点七六 零点七六 然后再下去 再下去 产生了河水 河水外呢 在这里就降低了 二七五 专家通过测量糖水 井水 河水的水位 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地表水 糖水的水位 是零点七六米 地下水 井水的水面 距离地面一点四二米 而最为奇怪的是 另一种地表水 河水距离地面的高度为 二零二七五米 也就是说 河水的水面 竟然低于井水 蒙超翠工程师解释说 通过这样的数据 可以推测出 在地表池塘与河流底部之间 应该有一个 富含地下水的土层 这个土层中 含水丰富 水质最好 那么 这个被加在中间的地层 究竟有怎样的性质 又为什么能够 隔绝糖水与河水的水利联系呢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河水拨茧 科考队发现关键证据 白尺微楼 如何才能真相大白 系列节目 令南密境之开评其楼 一笔通过 正在播出 蒙超翠工程师带领科考队 来到边球柱楼近前的一片田地上 开始对这里的土壤进行考察 大家惊讶地发现 这里遍布着黑色的淤泥质土壤 这种土壤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专家将淤泥质土和普通的地表黄土 分别放入两个专业环刀中 然后实验人员用清水倒向这两个环刀中央 此时淤泥与黄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你看 这边伸得差不多了 快干了 这边是普通的土 这边是淤泥 就说明什么呢 淤泥的渗透性比普通的土的渗透性差得远 蒙昭穗分析说 这种黑色的淤泥具有很好的隔水作用 正是因为有这层淤泥的存在 才导致河水与糖水有数米的高差 但是目前这层淤泥层中仍然含有大量的淡水 因此开平碉楼的倾斜 并不像西安大雁塔那样 是地层缺水导致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些碉楼发生倾斜呢 专家在仔细考察了开平一带的地层沉积状况后发现 开平一带地势低洼 由于长期处于珠江三角洲接近海岸线的地方 这一带属于典型的淤积庭园 而开平的地势恰恰西北高而东南低 正是这种地势使得远古淤积下的黑色淤泥层 出现了厚薄不均的现象 那种地势比较独特 它西边山高 所以它又有一部分是淤积跟冲击交接的 西边山高呢 它就有时所以就造成淤泥的厚度不一样 蒙昭穗解释说 开平三面环山 其西边北边的地势相对较高 而东南南边的地势相对较低 经过诸多河流 今年累月的冲刷 以及洪水泛滥后的淤积作用 逐渐形成了西北薄 东南厚的淤积地层 而十分凑巧的是 一部分碉楼在建设的时候 地基恰恰建在了厚薄不均的淤泥层上 而碉楼本身的高度超过了十米 天长日久之后 在同等重力的作用下 底部淤泥层厚的地方沉降幅度大 而淤泥层薄的地方沉降幅度小 而建筑在地表上的碉楼也就慢慢向东南方发生了倾斜 那么那些已经倾斜的碉楼是否会继续加大倾斜 最终强倒污塌呢 蒙朝岁说 由于这些碉楼已经在此存在了上百年 因此其地基以下的淤泥层 已经在多年的挤压之后 达到了压力平衡的状态 只要不发生地震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 这些已经倾斜的碉楼将会定格在现在的倾斜程度 长时间保持协议的峰姿 当这个碉楼上部的粒 传递到深部的淤泥土层的时候 淤泥那个粒跟淤泥的层降力刚好相当的时候 它就趋于一个平衡状态了 平衡状态它就那么是淤泥 就属于战场固结状态 它就不会再压缩成价 不成价那么它就不会再变形 变形它就这个就倾斜就基本上是停止了 开平碉楼倾斜的谜团解开了 困扰当地数十年的疑云也终于散去 专家告诉我们 通过开平碉楼群 人们不仅仅能领略到美轮美奂的建筑艺术 和中西河壁的文化交融 更能够深入认识 岭南地区冲击平原的自然地理特征 更好的建设和开发 美丽独特的人居环境 在考察的最后 专家告诉当地村民 其实开平碉楼 尤其是那座倾斜度达到6.6度的骑楼 边筹柱楼 其倾斜原因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比萨斜塔 类似 比萨斜塔也是由于建筑在厚薄布均的 不同材质的土层上 导致了整体的倾斜 而比萨斜塔的倾斜角度只有大约5.5度 只有边筹柱楼倾斜度的80%多 这些倾斜的碉楼不仅不会垮大伤人 反而是自然与人工共同创造的器官 得知了这些情况之后 当地人更加重视这些倾斜的碉楼 他们把这些倾斜的碉楼称为东方的比萨斜塔 数以万计的外地游客都来到这里 一睹这斜已将边而窥然不倒的建筑器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